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啰 大家好 我是喜冲 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新闻 大家来看一下是不是新闻 这个新闻呢就是呢 回忆教党呢有一个国会议员叫做哈里妈的一个女的 她今天讲了一个国际道笑话 听好啊真的是国际道笑话 不是马来西亚的笑话话了 OK 怎样国际道笑话呢 她说呢最近呢这个政府呢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呢 不是推出了很多那个爱心菜单 就是呢很多商家都响应政府的号召 就是推出五块钱的菜单 五块钱包吃包喝 有菜有饭有肉啊给你吃到饱 然后呢这个回忆教党议员呢 他身为反对党呢 他当然不可能支持政府的东西 就算是好的都要讲成不好啊 所以这个爱心菜单呢明明是一个好的东西 他把它讲成不好的东西 但是呢讲也要讲到有路啦 讲到完全没有路的那种 他怎样讲呢 他就说呢这个爱心菜单呢 所提供的东西都是非常劣质的 他说呢人家吃了过后啊会生癌症 会生癌症呢你还有一点讲得通啦 但是呢他还有一个更加神奇的 他说呢吃了会得自闭症 哇很劳咧 啊OK 我做医生这么多年了 我第一次听过了 原来的自闭症可以吃出来 所以啊这个已经不是马来西亚消化了 这是国际的消化 这是我们啊人类医学史上的一个超级大消化 老实讲啊这个东西啊 如果是传出去马来西亚以外的国家的话 真的我们马来西亚人啊 会被消沉住在树上没有两样 我跟你讲 这还是一个国会议员 这丢脸 好吗 OK 好 so 当然回教党的议员呢 时常讲这些废废的话 大家已经习惯了啦 像以前呢 刚刚开始有这个新冠病毒的时候呢 回教党不是有个国会议员呢 说呢这个新冠病毒呢 是上天要惩罚这个中国 那时候一开始是中国爆发嘛 后来这个上天惩罚去全世界了 OK 除了这个还有很多很好笑的东西啦 尤其是回教党啊 特别多好笑的东西啦 OK好 今天呢我就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自闭症啊 跟大家科普一下啦 其实自闭症啊 它有一个争议啊 一路来都让人争议了很久啦 但是其实最近已经有个定案了啦 就是很多人都在争议 这个自闭症到底是生理上的问题 还是心理上的问题 生理跟心理是不一样哦 所谓的生理呢就是呢 这个人的身体结构上面有一些问题 所以导致这个自闭症 心理上就是你的身体结构没有问题 纯粹是你的心理啊 就是你的灵魂出了问题这样啊 OK 所以一直都有个争议 到底这个自闭症是生理上还是心理上 但是最近其实已经有个定案了 主要还是生理上啊 大家看一下这个自闭症的解释 其实就是呢 小孩子呢在他们的脑部发育的时候呢 出了一点点问题啦 然后呢就会导致呢他们在某些方面啊 会比较啊没有这么正常啊 尤其是在呢社交跟沟通方面啊 自闭症呢主要的体现方面 就是在这个社交跟沟通方面 有时候呢这个自闭症呢的孩童呢 做什么事情都可以 但是呢就是不善于跟人家社交啊沟通 这些都是自闭症的征兆 自闭症还有很多成兆啦啊 包括会做一些奇奇怪怪的动作 跟其他小孩子啊有点不同的啊 但是大家要知道就是呢 自闭症呢其实并不是零或一百一刀切的啊 不是说有自闭症呢就是这样 没有自闭症呢就是这样啊 没有不是一刀切的 其实呢自闭症呢它是啊 一到九十九了它有分程度了啊 有些呢是很轻微的自闭症啊 有些是很严重的自闭症啊 轻微的自闭症呢通常我们叫做呢 高功能自闭症啊高功能自闭症 这类似高功能是什么意思就是说 这个小孩子呢他任何的事情啊 任何的能力方面都没有问题啊 他可以读写算啊可以跑可以跳 各种各样的事情他都能做啊 但是呢他就是有一点点的这个社交跟沟通障 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自闭症呢啊 主要体现在呢没有办法跟人家正常的社交沟通啊 这些高功能啊自闭症的孩童呢 就是他们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东西 正常人可以做的东西他们都能做 但是就是好像不大会跟人家沟通社交这样啊 然后也有到严重的最严重的那些呢是呢 连语言都没有办法学好了啊 甚至是生活都不能自理了 然后也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情绪的那种 所以就是有程度上的差别 就轻微的也有重度的这个自闭症啊 主要这个自闭症是生理的问题啊 不是心理的问题 而我要进入正题就是呢 这个自闭症绝对是不可能吃出来的 你吃什么东西都吃不出一个自闭症 这个已经是在基因里面决定的东西 你吃东西是吃不出来的 所以我们这个回教党的这个国会员呢 说呢吃了爱情菜单的东西 可以吃出自闭症来 这个理论呢我告诉你 只有他才有罢了啊 过去所有的那些医学大师啊 会从棺材里面出来啊 听到这句话真的是吐血啊 他完全颠覆了我几十年的医学观 讲笑啦 ok so 总的来说了 这个自闭症的问题呢 其实呢 关于自闭症的争议啦 其实有不好也有好 不好就是我刚才说的 就是沟通的问题社交的问题啊 但是呢 呃其实呢 有时候呢 有些自闭症的孩童呢 他们反而可以更加专注做一些 他们有兴趣做的事情 啊 然后呢 他们反而在一些特定的方面呢 有更高的成就啊 已经很多例子都是这样 有很多呢 是有高功能自闭症的 啊 就是啊 他们 可以生活自理啊 正常人做的东西 他们全部都能做 只是他们不善于沟通跟社交不了 啊 但是他们呢 通常呢 他们会有一个很特别的才能呢 他们就很专注 100%的专注力在那一个方面 完全不会分心的那种 啊 他做出那个东西的时候啊 就算是啊 天塌下来啊 地震啊 他们都不会走的那种 啊 这种啊 往往他可能在那一个方面呢 啊 他成就是特别高的啊 历史上也已经出了很多 那种啊 伟人啊 啊 发明家什么之类的啊 很厉害的人啊 其实都是有一些这样的问题 就是自闭症的问题 啊 OK 但是 自闭症呢 这种症状呢 啊 其实是可以提早治疗的啦 啊 如果当你发现到小孩子呢 有一些自闭症的症状的时候呢 你可以去找那些 啊 啊 特别的小儿科专科 然后他们呢 通常呢 会介绍你去 看一些特别的那些职业治疗师 Occupational Therapist 啊 然后他们有很科学的一套 如何去啊 治疗你的孩子 啊 轻度的可以变到完全回复正常 啊 重度的也可以稍微的拉回来正常一点 啊 是有的治疗啦 啊 OK 好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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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